目前例子我們拘捕了一名中大學生 至於其他的黑衣暴徒是否中大學生 我們仍然在調查當中 我作為一個中大的畢業生 見到一些懷疑中大的學生牽涉到一些襲擊和欺凌的事件裡面 我們感到非常之心痛 究竟我們的大學生何時變為一些木無法紀欺凌別人的一些暴徒呢 他們這樣做不單止是違背了我們中大博文藥禮的校訓 另外其實基本上也是達不到人類基本良知的要求 也是對於很多我們表現很優秀中文大學的學生令到我們蒙羞 我認為我們所有中大學生所有中大畢業生和社會各界都要對這些行為予以譴責 對這些非法暴力事件我是絕對不會容忍 我們我們一定會拐所有的力量 我們先向推特調查 謝謝大家